由杜州末今天要讲的是澳洲物业市场 在2023年10月7日这个短片当中讲到 澳洲经济在一种西方国家中比较强韧 因为它在过去20年没有出现经济衰退 即使在2008年金融海啸和2020年肺炎疫情之下 详细可以看回这个短片 由于理论上物业价格受经济好坏影响 澳洲经济强韧 理论上澳洲物业价格也应该比其他西方国家平稳 但刚刚相反 澳洲物业价格的波动性比其他国家高 这个点片会分析澳洲经济和物业市场独特之处 为什么澳洲物业价格波动性会比其他西方国家高 而有趣的是物业市场波动性比较高的原因 部分正正是澳洲经济比较强韧的原因 最后澳洲物业市场未来前景究竟是怎样 Hi 我是二二 我会在周末分析经济投资议题 英国的比例会比较多 放在英国经济研究院这个playlist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playlist观看 这个点片会说为什么澳洲物业价格会比较波动 和未来前景会是怎样 首先澳洲物业市场和其他西方国家在价格波动性上 这里我可以去看四个国家 而物业价格看的是实质物业价格 即是扣除了通胀之后物业价格升幅或者跌幅 首先看美国 美国由1990年至到现在 实质物业价格主要出现了两次明显下跌 分别就是90年代初和2008年 接着我们看加拿大 加拿大的物业市场由90年代到现在 主要出现了三次明显下跌 除了和美国相同的90年代初和2008年金融海啸之外 加拿大物业价格在2022年也都明显下跌 接着我们看英国 英国和加拿大相同 自从90年代初到现在 一共出现了三次明显流价下跌 分别都是90年代初 2008年金融海啸和2022年 换句话说 以上三个国家是过去几十年 都是出现过两至三次的流价明显下跌 接着我们就看澳洲 澳洲由90年代到现在 就一共出现了四次的明显流价下跌 分别是2007年、2010年、2017年和2022年 究竟澳洲物业价格比较波动 原因是为什么呢? 当然原因更多 这里讲两个比较主要的 首先就是澳洲经济比较依赖矿物的出口 而当中主要是铁金属的出口 而正是这个原因呢? 澳洲经济在2008年金融海啸 还有2020年肺炎疫情 当所有国家的经济都很受影响的时候 澳洲经济就避免了衰退 2022年那次也有衰退 不过很轻微 经济产值就只是跌了0.3% 就当它没有衰退 原因就是在这两段时间里面 刚刚好铁金属的市场价格大风飙升 令到澳洲经济受惠 所以它这么多年里面都没有出现过经济衰退 但正是相同原因 澳洲物业价格会被其他西方国家 受铁金属价格的波动影响 举例澳洲物业在2010年出现明显下跌 这段时间其他国家物业市场就没有跌 所以澳洲物业价格在2010年出现大跌 原因很大机会就是因为铁金属价格 在2010年大幅下跌所引致 另外一个令到澳洲楼价相对地价为波动的原因 相信就是外来买家的比例比较高 先看其他国家的相关数字 根据Statistics Canada的资料 加拿大物业由外国人持有的比例 大约是2%至6%左右 而英国方面有数据显示 海外买家就持有25万英格兰和威尔斯的物业 即是总数的2700万里面的大约1% 而我们看澳洲在2014年之前 一手物业买家里面外国买家占的比例去到15% 而二手物业外国买家也占大约10% 虽然持有比例不一定等于交易比例 所以就不能就此定论 澳洲物业市场受海外买家影响一定比加拿大或英国高 但有一点很肯定 自从澳洲在2014年加大限制外国人在澳洲买物业之后 外来买家占物业买卖的比例就明显跌到单位数字 那如果外国买家占比较高 就会令到物业价格比较波动 很正常 因为如果物业是买来自住或者自用 比较少机会会因为看淡楼价前景 就沽出物业 但如果物业是投资用途 尤其是海外投资者持有 那波动性就会和股票变得比较接近 相信澳洲物业市场就是由于这两个原因 令它的价格波动性比其他主要西方国家高一点 那澳洲物业市场未来的前景是怎样呢 首先如果对外国人买入澳洲物业的限制 在未来都不会放松 那澳洲物业价格在未来升幅应会比较温和 而波动性也有机会变得较低 那如果你们看澳洲物业价格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升幅 我们可以分三个时段看 分别是1990年至1999年 2000年至2010年和2011年到现在 如果将澳洲物业价格在这三个时段的年平均升幅 和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比数据可以看这个表 当中可以看到澳洲物业价格升幅 整体上在三十四年间 都稍微高过其他三个国家 而2000年至2010年的表现是最好的 相信正正的就是由这段时间 两个因素都有理澳洲物业价格 一个就是外国买家买入澳洲物业 这段时间是全盛时期 而铁金属价格又升了又未开始下跌 而2010年至2024年澳洲物业价格升幅 在外国买家由2014年 刚才说了大幅减少的情况下 而铁金属价格亦都大跌 之后再回升的情况下 升幅就变得比较温和 而外国买家和铁金属价格这两个因素 其实都相当有一部分是中国因素 首先海外买家方面 这些海外买家中相信有不少是中国人 而另一个影响澳洲经济和澳洲物业价格的金属铁这个价格 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因素 因为在短片初段已经说到 澳洲经济有部分是依赖铁金属出口 所以铁价格如果大幅波动 对澳洲经济和物业价格也有影响 而铁的需求有很大比例是出口去中国 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刚好铁的价格大幅飙升 令澳洲没有出现经济衰退 原因正正是当时中国推出了4万亿的财政政策 令到中国对铁金属的需求大幅飙升 因为铁是制造钢的主要成分 而钢也是建楼的重要原材料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中国物业市场是会影响到澳洲物业市场的 这个图里可以看到中国住宅物业落成量 和铁价格的走势有一定程度相关 而再看铁价格的走势 又和澳洲物业价格的走势 也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 所以如果未来中国物业市场不再像以前那样过热 就会透过金属、铁的价格 间接影响澳洲物业的价格 所以从中国人少买了中国物业 也少买了国外物业这两个因素 澳洲物业价格前景就会更加多回归本土经济 应该在未来就会变得比较稳定 而升幅在未来也会变得比较温和 多谢大家收看这个短片 以及记得订阅 拜拜